- 现在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在编程航母战斗群的时候,在防御上会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防空问题, 包括拦截敌方作战飞机和拦截制导武器反潜导弹,制导炸弹等,另一个就是反潜问题,不过相对于防空问题,航母的反潜问题更加突出,也就是说航母最害怕的是潜艇,这是为什么呢? 航空母舰为什么怕潜艇,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因为核潜艇航速高,可以到达18级以上的速度,可以赶上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速度,而且不像常规潜艇需要浮出水面充电, 同时核潜艇除了搭载鱼雷武器外,还搭载了新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或反舰导弹,下潜深度深,最高可以达到300米以上深度,藏匿在航母编队射程范围内,将编队防复胜防, 其实航空母舰的危险集中在三大方面,一水面舰艇发射的反舰导弹,二空中飞机发射的反舰导弹,三核潜艇或潜艇发射的反舰导弹,由于水面舰艇的军事大国,装带了先进的雷达,和其他先进的战场信息,感知能力强电子系统,防空导弹,干扰导弹,以及射速加快的警防炮,远行中层次拦截, 所以相对来说空中和水面上,威胁相对水下游好防歇,这么说吧,二战期间被击毁的航空母舰就有差不多一半,典型的就是美国潜伏在东京湾月井的湿水鱼号潜艇, 把日本式航或罗沃的西蒙号航母通过发射的锦煤鱼围继承,大清花鱼潜艇,集成大分号航母, 德国的在大西洋部署的海底潜艇狼身战术给盟国的英国与以沉重的打击, 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在现代航母编队中,反潜就成为重中之重了, 美国航母编队在编队200海里,前方部署洛杉矶攻击型核潜艇量搜, 用于早清水下潜艇威胁,两艘提抗德罗加巡洋舰上呆在的SH-60反潜直升机, 博客机驱逐舰上SH-60反潜直升机,以及航母上的反潜直升机, 以及护航舰艇上的设纳系统,就是用于反潜的, 还有就是日本美国早期服役的P-38反潜巡逻机, 以及美国现在先行的P-8海上反潜巡逻机, 都是用于大规模大海域反潜的, 邻国日本大力发展反潜水面舰艇, 共有小日本海则是美国的反潜支队称号, 由于潜艇舱密在深海,具有较好隐蔽性, 高速机动性,所在武器的威胁性, 反潜设备反潜的困难性, 静音效果借借海员背景, 所以对航母的威胁防不胜防, 所以说航母当然害怕潜艇, 被潜艇发射的雨雷, 或反潜到大命中一两门, 不沉默都会丧失战斗,